主料,土鸡一汁,茶树菇200克,辅量,油,盐,面粉200克,玉米粉70克,八角一粒,香叶三片,桂皮一块,红烧酱油7毫升,冰糖三粒,料酒5毫升,葱二段,浇两片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土鸡斩成大块,蘑菇浸泡15分钟以上, 锅中放水,放入鸡肉灼烫两分钟拉出洗净,锅中放油,烧韵后放入鸡肉煸炒,放入葱姜,八角,香叶,桂皮翻炒均匀,盐锅煸淋入料酒,放入红烧酱油,翻炒均匀,加莓果鸡肉的热水和三颗冰糖,放入套好的蘑菇,面粉和玉米粉混合均匀,加水和橙软一些的面团, 鸡肉大火烧开,转中火炖三十分钟,把面团团成领子盐锅便切一圈,盖锅盖炖八分钟,带饼子熟透,加盐调味即可,烹饪技巧,在炖鸡肉的时候一次要加足热水,中途不要再加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,别忘了按赞哦!